来观察立委选情 八月底才接下了马无云林县竞选总部主委 云林县议会的议长苏金黄 无预警的宣布将投入云林县的立委选举 为云林选情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苏金黄的决定是直接冲击到了 同为国民党籍的现任立委张家俊的选情 以及马总统的大选 目前在云林海县立委选举是呈现了两栏一律的局面 也让国民党相当的忧心 民进党提名的陈县中会因此欲望得利 八月底才接下马无云林县选总部主委的云林县议长苏金黄 在八号无预警宣布将投入云林县第一选区海县的立委选举 曾担任两届事务相长和四任县议员 苏金黄是资深的国民党员 在云林县沿海深耕数十年 每次选举都能在海县拿到高票 苏金黄表示有信心拿下三到四成选票 直接冲击到的就是获得国民党提名 寻求竞选联任的前县长张荣卫女儿张家俊 过去苏金黄和前县长张荣卫交请身后 在地方上也被归为张派人马 但本届在争取议长宝座时 苏金黄跳脱张派布局 转与县长苏志芬合作而连任成功 此后苏金黄与张派关系出现变化 与张荣卫也渐行渐远 不过即使苏金黄投入立委选举 一般认为会瓜分到张家俊的票源 但民进党县党部却认为 对民进党提名的呈现中帮助很有限 一般外表来看 如果以政党分析的话 是范例比较好 但是实际上继承的根源 它的根源的程度 跟一般的省民的接触 它的基础相当雄厚 所以它不输于这两个破选人 于立县议长苏金黄突然宣布参选 在地方政坛投下超级震撼弹 首单其冲的是海线立委选举 虽然苏金黄与战派分裂 在地方砖角上仍有高度重叠 再加上苏金黄近来与县长苏志芬关系不错 对来立立委及总统选情的冲击程度 还有待后续观察 记者云林综合报导